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小费的话 尤其是说这种做这种服务业的话 对不对 小费的话都是应该是算给员工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说在服务业 尤其是餐馆那些时候 对不对 有给小费的这种行业 它的最低工资的时候 对不对 不需要达到州政府最低的工资 因为它有一些income是给小费来的 所以就是好比说我们打个比率好 所以我们说现在最低工资是10块钱好了 但是服务业的餐饮内的这些waitures 他们的最低工资只需要差不多4块钱而已 因为加州政府还有国税局说 剩下的工资也是要从小费里面赚的 所以万一我已经损失了 最低工资了 然后小费又被拿走了 对对对 就当然不平衡了 这个是所谓的有立法根据 还是说我们今天可以case by case 就是我们今天员工跟餐馆老板商量好 对 假如是员工可以跟餐馆老板商量好 假如是说要拿个百分比抽成 或者说大家怎么分好比是说waitures跟厨师跟bus boy 这样子大家分好 然后是可以讲这不是个法律 没有法律说waitures不需要拿50% bus boy拿20% 没有明文规定 没有规定 就是必须要讲好 但是不能的就是说 老板全部拿走 老板全部拿走 而且又不帮忙的话 如果老板在这个店里面 基本上又不是厨师又不是waitures 又没有做任何的事 基本上他可以拿吗 就不可能拿了嘛 因为他没有劳动的复苏嘛 对不对 对 如果当然就是这个是差别了啦 是 那如果碰到这种情形的话 因为照这个投诉来讲呢 他觉得第一个怕麻烦 第二个他又怕这个老板报复 如果他真的告他申诉 那这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管道 可以帮助这些比较弱势族群 说啊 许文先生我的权益被侵犯了 对 所以加州的话 蛮好的就是说 他对劳工是非常保护的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 你万一今天是个劳工 然后你觉得你被 你的老板给欺负的话 对不对 你其实不需要找律师的 因为你可以去劳工局 申报他们 对对对 这个劳工局的话 对不对 他是不需要律师的 因为 因为 不可能说 你才被拿几百块钱 你花律师要请几万块钱 对 所以第一个 第一个可以做的就是说 去劳工局去检举 这样子 那这个劳工局 他会罚钱 假如是说判下来的话 他会罚老板钱 对对 而且他们罚老板的话 对不对 是把该给的工资 加上一个利息 再加上一个 罚金 罚金 这样子 损失就比原来要赚得多了 OK 刚刚王律师在前面讲到说 像餐馆这样子的服务的 从业人员 他的基本薪资是可以不用付到现在的10块半 那这个是 也一样 是我可以跟老板商量好 说好 那我同意 基本薪资就拿多少 还是在政府有一个政令 说你也不得低于多少 就是说政府的规定就是说 有个minimum wage是给大家的 那有另外一个是 给服务业 给服务业 就是 专门对服务业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好比说一个餐馆的话 就被 只有witches或是bartender 可以有这种minimum 那他比如说你是做前台的hostess 或是做后面的厨师 厨师的不可以 就不可以了 对对对 只有witches跟 对对就是说你的minimum wage 就是跟客人有直接接触的 对有tips 你是收入来源有小费来源的 OK那懂了 那可是我知道有些餐馆 特别是日本餐馆 是不要 他们自己本身不收小费的 是 那这个如果说在这个服务上面来讲 那有没有说 有规定说老板要补贴 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没有因为今天万一是说 是一个日式餐厅 或者是任何餐厅 是不收小费的话 对不对 就代表说 他的一开始的salary 就已经不错了 是hourly wages 已经不错了 所以他觉得说 他不需要去做任何的 不一样的东西 去赚那些小费 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 你不一定是说 你一定是在餐饮内 你就必须要给小费 这样子 不过我觉得做员工的 就是说有的时候 你说真的到劳工局去起诉 刚刚这个小姐也担心说 他会不会被报复 将来就没有工作了 其实我觉得老板们也聪明一点 因为你真的 当你的这个waiter witches要去算 你有没有按砍他的小费的时候 我今天每一个单签卡的时候 我心里都有数码 那到下班结账的时候 就应该心里就有个谱了 对 而且我对员工是会跟他们讲说 一定要知道说自己的权利在哪里 但是对老板的话 我会去跟他们讲说 你万一做真的是扣你员工小费的话 对不对 你有可能去吃上这个劳工局的官司 也可能会吃上民事的官司 但是最不好的话 对不对 对你的生育会非常的不好 对你的生育 对不对 而且就是说 以我们的经验的话 对不对 万一说有劳工来投诉这家餐馆 尤其是服务业的话 对不对 这家餐馆它的 它的服务品是一定不好 一定不好 因为我们会 我们的study就觉得说 你万一是个消费者 去这家餐馆的话 对不对 它这个 你的tips全部都被老板拿走 那脸都臭臭的 连工一定情绪不好 对 对 所以所以老板也是要注意一下 如果讲到员工福利 那我现在跳开话题 就比如说新生餐馆 那我说一般的公司行号 那我们都知道有所谓的bonus 所以年终 对 有没有明文规定说 公司赚钱一定要发年终 或者bonus给员工 还是不一定 不一定 法律上没有规定 他没有规定的 他没有规定的 不都今天公司赚钱了 那如果要问这个 我还可以问一个说 那像我们大的party 对 去人家餐厅 他要不然就随便 就直接收你18% 对 你就六个人以上 我就是18% 他可以做这件事吗 他可以 他可以直接收你80% 直接放你bill上面 对 但是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 我不要给 你可以 你可以给它划掉 所以我就付给你 因为我不知道可以划掉 因为我都觉得 他要求 不好意思 但是如果服务不好 像你刚刚讲到 如果服务不好 我为什么要付18% 对 其实相对就是说 其实也没有 民运规定说 我们今天顾客 一定要付小费 没有 对 付小费是因为 他的服务好 你想要 你奖赏这个 waitress 或是waiter 你才给他小费 对 所以他比如说 你六个人 你18个人 甚至你 however many people 对不对 你要来的话 万一餐馆 直接给你加上一个 18%的话 对不对 你是可以拿掉的 你可以说 我不愿意给这么多 对 因为我之前服务不好 我就还真的跟老板说 这样子 我以为你可以跟我要更多 你为什么只跟我要18% 对 对 好 我觉得还有其他的服务业 比如说导游 比如说什么 脚底按摩的 对 按摩师 按摩师 那个也都没有说 明文规定一定要给 没有说一定要给 但是 消费他 有的话一定要给他 对 他就是说 虽然没有一定说 我万一是个消费者的话 我一定要去把 这个要去给这些人 消费 好比说导游 或者是按摩师的话 但是就是说 我一旦给的话 这个是属于他的 不是属于 老板不能按砍 不能按砍 对 其实今天 最重要谢谢我们的律师 因为提供了 所有的劳工朋友们说 当然 你这个小费 没有多少钱 但是对个人来讲 很大的 这是他收入的来源 对 那你真的 请个律师 真的 这个费用要 真的要蛮高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劳工局 可以去做申诉 对 可以去检举 你老板吃你的薪水 最主要是老板们 真的不要为了 一点点钱 然后让自己的服务品质 也下降 这才真的花不来 好 谢谢律师 也欢迎各位朋友 如果总理你们对法律 或商法 任何疑难杂症 都可以投入到 新鸟日报 我们王宋墨律师 会为您做解答 谢谢 谢谢